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历届考题的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介绍波阿松分配的基本的观念 这是南台的科技大学的考题 那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有关于波阿松分配的陈述何者是正确的 A B C D 我们来看一下这写法几乎都一样 原来是无限多个可能值的离散随机变数 那么同学要知道 波阿松分配它是离散型的呢 就是所谓的间断型的 还是连续型的呢 那么我们思考一下 我们要知道它是间断型的 它的写法是 x阶层 1的负Landa Landa的x次方 这个地方x是等于0 代表的是完全没有 1 2 3 4 到多少 到无限多都有可能哦 所以这个值的话 可以有无限多个可能 来我们看看 可能值离散 没问题 无限多的可能 没错 所以答案是A 那我们看看其他答案 有没有疑问 有限多的可能 不对 有限多的部分是不错的 它是要无限多 据无限多可能的连续 连续不对 它不是连续的 它是间断型的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而且都是整数 有限是错的 所以这题答案 我们要选的是A 再来看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说的是 航空的搬机 预售 它先卖了 三百个座位 三百个座位 但此搬机只有 298个可供乘客使用 它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是因为平均有 两%的旅客 会取消搬机 所以它先卖 那么 侍求无人取消搬机 这出事的几率是多少 这个怎么办呢 想像这种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 取消搬机 这是非常随机 而且几率并不高的 那么我们就 应该是服从的是 波瓦松分配 那么我们问 三百个座位里面 会有百分之二的旅客取消 我们要的不是百分比 我们要的是平均数 那么请问 这三百个座位里面 平均会有几个人 取消搬机呢 Landa是等于 三百个人里面 有两%的人取消 所以取消搬机 这是六 平均多少 六人 平均六人 取消搬机 那么现在 在Landa等于六的情况之下 无人取消搬机的几率 那么因为它这个题目 也没有给我们 Excel 也没有给我们表 那么我们就只好用的是 这个公式 Excel 等于零 是什么意思呢 无人取消搬机 没有人取消的话 那这边是写的是零阶层 一的 负Landa Landa是多少 六 Landa的几四方 Landa是 六 Excel 是无人 所以是零 那么我们知道 零阶层是 一 六的零次方 也是一 所以这几次 一的负六次方 那么一的负六次方 我们看看答案 里面有没有呢 有 一的负六次方 其实就是 一的六次方 分之一 所以这题的话 我们要选答案多少呢 可以 一的负六次方